这边看的是声音 何が違いますか?有什么差别呢? 中文都是声音声音的单字 那我们首先整理一下它的念法的部分 发音的部分 第一个声音的声 它的念法就是声音 那下面音音的话音 可以吗?这样看得清楚吗? 简单来讲 快就是人或者是动物发出的声音 可以吗? 那再来音音的话 有碰到东西发出来的声音 可以吗?中文都是声音的 所以常常搞混 那你主要留意的是 这个是某一个动物或人 刻意发出来的吗? 还是 就是这个东西自然发出的声音吗? 可以吗? 这样子分别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这边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子供の声 意思就是小孩的声音 因为两边都是名字 所以才可以用能来连接哦 再来呢 が聞こえます 就是有听到怎么样的意思 子供の声が聞こえます 可能你在家里的时候 从外面听到小孩的声音 好 那下面的这个例句 我们一起来念看看 工事の音 工事の音 がうるさいです 工事の音 がうるさいです 工事の音 工事就是所谓的施工的意思 那些可能在房子吗? 还是可能铺滑路之类的 是工 工事の音 工事の音 工事の音がうるさいです うるさい 很吵 对吗? 所以工事の音 大概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啊? 可能是货车经过的声音吗? 还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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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吗? 之类的 反正就是至少不是那种人讲话的声音 OK 所以呢 koujiのおと指的是那种东西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好 那就是以上是koui跟おと的差别 可能是实际用出来的时候还要思考 所以比较容易念错或是讲错的地方 请注意哦